大家好,我是飞飞队,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那好,我们今天继续去聊PiNetwork它的一个路线图里面的一些小的模块 那么它包括说一些历史信息和它正在进行的 那么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说关于它的通证模型以及它的KYC机制 那今天我们继续去讲它的派钱包 那派钱包是一款拥有于去持有或者转移加密货币的非托管性的加密货币钱包 目前呢,只有派和测试派 那可以去实现更加便捷的点对点的交易 并在派Apps中呢,实现无缝的支付体验 为了去符合PiNetwork简化的流程呢 去中心化的外部三生态系统的目标 派钱包呢,是直接集成到PiNet的浏览器的应用程序的用户体验当中的 这呢,使派的支付可以实现点对点 跨派应用程序和传统业务玩变得非常的简单 那它这个里面讲的这些可能有的还没有实现 比如说,它点对点是可以做到的 那跨应用的,跨派的应用,以及跨传统业务呢 这个呢,现在还没有做到 那么使先锋们能够在派区块链上面进行无缝的链接或者是交易 派钱包还只是在派的测试网上面去进行测试 并且方便先锋们管理其派的加密货币进行转移或者出事锁定 派的非托管的钱包设计呢,是强调到对于网络的一个安全性 和一个去中心化的自我主权承诺 并且它可以确保先锋们保护它们独特的密码 因为没有人能够去拥有另外的一个副本 那么主网钱包访问呢,需要进行KYC的验证 这与Penitorker对真人负责使用区块链呢,目标是一致的 那好,这就关于它的钱包的介绍 其实它说了这么多,那就是说 它的这个钱包就是符合区块链的一个要求的 但是呢,它这和传统的区块链钱包有所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去支持传统的业务 那这个传统业务是什么,我们暂时还不知道 那好,它的一个发展历史 测试网了钱包呢,它是用于去保存或者移动的 那么在2021年4月1日的时候去发布了测试的派 并支持派在测试网机上面去进行交易 特别针对了派的开发人员 并帮助在2021年6月28日派today的时候启动该网络的手机黑客马拉松 那继后来呢,2021年4月28日推出了封闭式组网以及派尼尔组网之后开始 派钱包和签移功能于2022年的6月28日去发布 应用程序到先锋的支付功能 添加到预先存在先锋的应用程序支付中 支持使用派钱包和先锋和派应用程序之间的双向交易 就说大家都可以进行交互进行交易 我们的程序可以跟点对点的个人进行交易 个人也可以对程序进行交易 那好,接下来是关于派应用程序的开发 开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开发者钱包 用于派尼尔接收派的多重签名钱包 类似于是存储账户 也开发了用于派发送给派尼尔的标准钱包 类似于支票性质的 一种是存钱的,一种是发钱的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钱包 那么自首次发布以来呢 用户界面已经发生了重大改进 添加了其钱包的功能 以支持更加简单的支付流程和先锋链接 例如交易的链外备忘录 之前交易的先锋的列表 以及用于简化本地商务基层的二维码功能 那这里呢就说了 因为我们以后去付款的话就可以使用到这个二维码 那么这样的话比较简单方便 那么当时呢我们在社区当中派的社区中呢 把这个二维码把它吹到神乎其神 就说哎呀你看 这个加密货币里面都没有去用了这二维码支付的功能 那你看我们派拥用了二维码支付的功能 你看非常牛逼 其实在这个整个的区块链 呃钱包里面呢 使用二维码的这个功能还是早已经出现了 那至于扫码的这个功能也是有的 只是说我们没有去善于发现这种其他加密货币的一个功能 其实我们派呢 它这个呢相较于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功能 那么从使用的角度来讲 它确实还是会简化我们的使用功能 但未来哈 很多的加密货币的钱嘛 它肯定都应该会有这个功能的 那好 接下来是关于派钱包去实现了世界各地的广泛报道 那么包括说点对点的交易商品和服务交易 并且激发了系统化的派商务计划的创建 然后这就是关于它历史上去做了 那它现在正在做什么 增强了派Apps中钱包的安全功能 扩展了派的后端 以便轻松访问集成不同的派应用程序 那么还有包括说是实施阻挡迁移之后的派的锁令 以继续支持健康平稳的生态系统 并在网络引导和创建实用程序时激励于网络的长期参与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以后派还会继续促进它的一个锁仓机制 因为派的供应量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说我们全部把它放在市场的流通的话 那么它可能会对派币的一个价格或者它走势造成非常不良的影响 那么就太过于泡沫化了 所以说它必须要拿捏住这个锁仓 那么才会去保持它的一个健康平稳的发展 那好 这就是关于派钱包的一个使用或者说它的一个历史 包括说它正在做的一些事情 那好 今天我们就只去给大家分享关于派的一个钱包 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明天就跟大家分享关于派的区块链流量器 那么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